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集我们继续请来 澳门整形美容外科学会理事长 郑志强医生 郑志强 你好 你好 很多产后的妈妈 其实她们都是花尽心思 希望什么呢 希望很多事情有很多愿望 希望减肥 希望外表可以回复原状 最起码回复原状 另外还在心理或生理上 都可以恢复在怀孕之前 不是生嬷那么简单 是怀孕之前的状态 其实我们看回不同阶段的 一个妈妈 她们在回复原状的时候 其实有什么地方要注意 譬如刚刚生完的 和已经生了五至十年 或者已经生了二十年的 妈妈级婆婆级的那些 其实她们想回复 或者稍为状态好一点的话 她们会不会有什么 不同的经历或者困难的存在呢 对的 其实当她在一个妈妈的阶段 她所有不同的阶段 她都有面对不同的 一些她想解决的问题 是 身清以来刚刚生完嬷 可能是中国人的传统 要坐月 要补 要恢复身体 但是现在的时代 尾的标准就是十 是呀 一个瘦字 什么都漂亮的了 所以那个里面 本来是一个互相矛盾的张力 究竟补好 恢复身体好 还是要恢复漂亮的好呢 所以她们都面对很多困惑 就问人家怎么办呢 所以有时的婆式关系 就是这样而起了冲突 但是不要紧要的 最紧要是找到一个对的方法 找到一个好的计划 这样慢慢一步一步进行的话 可以恢复原状 或者起码恢复八九成 绝对不是一个大问题 不如我们分阶段去说吧 一般坐月基本上我们中国人 都会守回这个规矩 在初个月可能都会 比较吸收回多些营养 所谓的 譬如说顺铲的 或者开刀的 他们其实什么时候开始 去做一些东西 比如运动或者疗程 令自己开始进入状态呢 其实我们会综合这个角度来看 如果用中国人的生活习惯 或者用中医的角度 他很强调 生完BB的妈妈 他要保气血虚 所以他主张很多 保气血的东西 保得成年 去保身 其实是对的 就算是一个现代的医学来说 一个妈妈生完BB 他整在自己的生理中 去经历了一个很大的变化 所以生完BB的妈妈生产过程 之后又要照顾BB 他都很努力 所以老公法都有规定 我们有四十几日 五十几日的生育 对的 其实让那些妈妈好好在家里休息 调理身体 其实在现代医学的角度 最重要的是均衡饮食 你都赞成是坐月的 不过坐月又不是说叫你很过分 那怎样可以又保 但是又不怕肥呢 靖先生 我们其实如果从一个现代医学的 比较科学的概念 就是其实都热量的控制 其实说肥的词 一定是跟热量有关 就是说我们吃进去的食物 热量有多少 而我们选好的热量有多少 当我们吃进去的食物的热量 多过我们所需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个堆积 这个堆积就会肥的 嗯哼 其实如果从一个产后康复的角度 其实我们不是说肥 就是一件好事 而是我们适当去补充一些营养 在一个均衡的饮食 适量的运动 其实更加帮助这个妈妈 去更加快康复 嗯哼 是 可以尽量在食材当中 选择一些 令到我们可以补到的 但是又不会太肥 因为其实很简单 譬如我们中国传统智慧 就很厉害的 就是猪脚姜 猪脚你看它好像很肥 但其实煮了一些醋 又可以减肥 但又可以补得到 也不错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运动 但是运动 譬如医生建议是 生完BB多久之后 才可以做运动呢 嗯 其实对一个妈妈来说 她运动是一个前序漸进式 其实越快越好 是是 因为生完BB的时候 她跟子宫内网 屯鱼也有很多恶路 其实多些的运动 是帮助恶路的牌线出来的 更快一点的 如果整个长期窝床 其实未必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嗯嗯 有很多时候我们讲 中国人的概念坐鱼坐鱼 好像真的要她坐在那里 躺在那里 对坐鱼 其实用现代小的观念 其实坐鱼就是好好休息 嗯 但不代表我们动都不要动 只想着吃 动都不要只想着吃呢 就变成了涉入的热量过多 嗯 而损耗过少呢 反而令她真的肥了 但也未必是一个最好的方法 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很固定的公式呢 其实不简单地说固定公式 我们一定强调一个均衡饮食 嗯 均衡就是有足够的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 食量脂肪 纤维 维生素 各方面的食物在均衡饮食的基础上 我们觉得中国人 其实这个食疗这个责惯都很宝贵 因为很多时候 就好像我们广东人说猪角姜 那其实姜呢 是促进循环 是是 那促进循环呢 令到子宫收缩得好一点 嗯 排出来快一点 那是一个不错的 那当然那个猪脚呢 就不要吃那么多了 哈哈 有点保留 有点保留 是有点保留 你煮成的味道很好 是 很香也很好 那鸡蛋呢 都很适合 鸡蛋有很丰富的蛋白质在这里 都很适合 就是食权用的 但是它的叶量任何度高 那就适当是选择一些 不要那么肥利的东西 因为可能生完 生完BB的妈妈呢 她可能始终 她的叶量的损耗不会太多 就是她不会通说走啊 就是她的叶量的损耗不太多 就是你坐在家里 在有限的饭 就是一个活动 把握成很多高烟的东西 就很容易胖 是的 所以就要把握 很多人都说 生完BB之后 初六个月 就是最好的 减肥的时刻 或者一减 可能四半就功倍 那其实是否我们都很好 要把握这 生完BB的初六个月的时间呢 是的 通常生完BB之后 她的肥 其实我们分开几个阶段 就是粗略地分开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肥往往是水肿形 就是身体里面 储存的水量很多 是的 所以在那个阶段 我们除了一个 均衡饮食的控制之外 同时我们多做一些去排水的东西 所以她的减度会快很多 但往往其实做个妈妈都知道 就算怎样减肥也好 其实都减不到原味 真的未生的状态 因为 那么差啊 好大打击啊 所以其实她有一定脂肪量的堆积 可能她拖BB时胃口好 吃很多 吃很多时她的体重增加了 或者生完BB时坐月又吃很多 那一前一后加起来 变成她身体里面脂肪的堆积 比以前真的多了 所以我们在控制均衡饮食之外 第二个阶段 我们去叫环固脂肪 对环固脂肪的一个消除 都是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 可能 她的体重真的减低了 但是呢 可能出现一些 我们不想见到的东西 哎呦 皮肤又松了 身形又变了 我觉得照着镜子 穿回以前的衣服 觉得心情很差 就是不敢穿 我觉得我以前的身材这么好 生完BB之后 我新年变了这么多 哎呦又要 可能有些人 我见过有些人 我连买衣服的 我没买了 我还是不要买了 每天都穿不下 买不到 所以我们会分开不同的阶段 去针对不同的问题 去制定一些 叫做年情方案 去帮助他们 是 然后让它减肥收身 得来呢 轻松一点 不要那么辛苦 嗯 又要健康 是 就是看回你是什么时候 什么阶段 因为如果你说 刚刚生完的话 就像郑医生所说 最好快点去排水 但是如果你说 生了也有一段时间 是不是就不减得呢 不是的 其实都可以减得 不过就是因应身体的状况 去针对性地去减 因为其实 你说肥呢 除了整体上去肥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特定的部位 尤其是女士们 就算你不是生孩子也好 有些特定部位 你到那么上一年纪 就开始 膨胀啊 松弛啊 等等 所以都一定要针对性地去做 其实如果是 譬如一个 产婦 生孩子 来找郑医生帮忙的时候 你怎样去帮他 设计一个 整个的疗程 大致上 你会怎样和他设计呢 都按回他那个 即是他生完BB 打在家里想说 他生完BB了 哎呀我坐完院了 哎呀我开始现在要想呢 想我修身这个问题 减肥的问题呢 通常都是可能 说生完BB一两个月后 或者在半年以来呢 其实呢 大部分那种情况 都是水种型 就是说水份很多 那我们就先和他设计一个 是排水 排水为主 嗯 因为他那时做好排水 他的体重会下得快 嗯 他有成功感 鼓励到他 哎呀原来可以的 不用怕分身 我可以减回原历 这样上下一个磅数 那我们做很多疗程的设计呢 都是主要圈异循环 嗯 排水 一个主导的一个疗程设计 嗯 那如果当他的水 排到这样上下 我们发觉 其实这个水份 都排到七七八八了 嗯 那他想呢 我们会主要针对 是烧脂 将他多余的脂肪 去减除了他 嗯 那以你的经验来计呢 其实有哪一方面的问题 是产后妈妈她们面对得最大的 和最难去解决的呢 其实最难解决就是 松弛和人生物 嗯 不会差很远 嗯 可能差8%5-10% 他可以和人接受到 本来100磅 现在105磅 这也都OK啦 因为生完的时候 可能150磅 150磅 60磅 那他减了5-60磅 他已经觉得很满足 嗯 但是呢 面对那个松弛呢 他不是由于做运动 或者去减肥就可以解决 嗯 如果真的出现一些任神闻呢 肚闻呢 他也不是做一些 查一些东西 而去达到一个 就是我们可以回复 回复原来的状态 这个是最难解决的 其实那个任神闻 他譬如说 之前很多时候 我们都说 会塗一些任神闻的膏 其实塗了一些膏 有没有可以一个帮助呢 没有什么根据 我想主郎塗那些膏 可能说 保滑濕啊 令到皮肤滋润一点 这样就可以 但是因为那个任神闻 是出现是由于 皮肤的真皮层的断裂呢 这个断裂呢 是很多的因素 可能是 它本身皮肤的真皮层的厚度 它是弹力纤维的密度 嗯 可能它生孩子的胎 的大小有关系 嗯 或者是 它今次生了胎数 越多 它拉脊的皮肤 越松也有关系 嗯 其实也有很多因素 造成这个任神闻的 所以呢 即是 雜角方面的一些知识 令到自己 可以在生孩子的过程 之后 都是非常之开心 而且保持到一个 很漂亮的伸断 稍后回来 就会有朋友 有些疑问 想问郑医生 希望呢 好 都可以帮助大家 解决这些问题 稍后见 自由最新 最精彩的音乐视频 MV时分 澳广市 自力推动数字电视广播的发展 为澳门市民提供更优质的电视节目 现时 澳门卫星频道 已经纏入地面数字广播 澳门电视台 包括六个地面数字电视频道 这六个频道就是 澳市澳门 澳市托文 澳市生活 以及澳门卫星频道 目前在第24频道广播 而澳市体育 澳市高清 在第48频道广播 同时澳广市的电视网络 为澳门观众 转播以下的电视频道 包括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中央电视台英语新闻频道 湖南卫视国际频道 目词在43频道广播 透过澳广市的电视网络 我们希望为澳门的市民 提供更多圆化的选择 给大家更多的资讯 更多的住浪 我有个人 他在压角这个位置 就有粒粒的话 那就是说肝肝 到了老年的时候 就要特别注意了 基里老师介绍了 这么多护肤的方法 给大家 应该要考考大家了 当我们洗完面 我们要塗护肤品的时候 眼霜和面霜 哪个先塗 那是不是大家都… 有九成人 正好 星期五晚九点 一起打开我的美丽手冊 好 坐在我们中间的 就是不同阶段的妈咪 中间这位妈咪 就是叫做阿萍的 已经不止妈咪級 那么简单了 即是奶奶級的 在我身边的 很厉害的 刚刚生了一对妈女 就是颜小姐 生了大概三个星期左右 其实两位妈咪都面对着不同的问题 她今天也希望请教陈医生 希望陈医生可以救救她们 绝对没问题 首先说颜小姐 因为她的案例很厉害 我真的要给她很多个叻 因为她本身已经有一个儿子 现在大概是一岁半 但现在已经有两个妈妈女 其实她要很频密 其实是好事 当然开心 两年抱三 真的不是这么容易做得到 但是这么频密的生产过程 其实会不会对妈咪造成一个 很大的损害或者损耗 邓医生 其实太密也是很辛苦很努力的 对妈咪的负担也很重 但幸好她还年轻 我想她能够承受到 彭小姐你本身的感觉是怎么样 其实很厉害 两年抱三 身体的负担 是怎么会不会觉得 挺艰苦的一个过程 其实身体上的肚皮疲了一点 人的肚皮疲了一点 我自己觉得肚皮疲了 不是肚皮疲了 肚皮疲了 原来是年轻 但是比如说 尤其是肚皮上的问题 因为始终是妈胎 以及生完第一胎之后 可能未恢复到 未恢复到 未恢复到现状 已经又再去怀孕了 其实会不会令肚皮疲的问题 更加严重 其实会的 降到肚皮疲的频率 生胎数多 或者肚皮疲的胎大 像颜小姐那样 他妈胎一定是大很多 所以肚皮会双得行一点 会更加容易出现 陰神物 或者肚皮的松弛程度 或者腹壁肌肉的松弛程度 会比普通 单胎和妈胎一定有很大分别 颜小姐刚才提到 就是说肚皮很累 可否和我们实际一点 切实一点 形容一下 肚皮的情况是怎样呢 现在有点痛 还很痛 有点没什么感觉 会痛的 就是肚皮痛 还是伤痕 我正在那时肚皮已经开始痛 可能太胀了 两个肌肉 大约五、六个月 下半刻肚皮已经开始痛 有时肚皮也好像打了针 那种感觉 就是肚皮也没什么感觉 现在生了肚皮 还未回复前 还是有点痛 或者没有感觉 想象 还未好得到 就是我们想象到 就像一条拉得很痕的橡筋 是吧 是 那会不会令到它更加 当它那个橡筋拉得很痕 再反弹的时候 就更加容易松得厉害 是呀 会的 就好像一条橡筋拉痕了 你放回手 但它就算缩绝也好 其实它回复到原来的状态 是回复不了 是 所以肚皮会特别松很多 但其实作为妈妈可以做些什么呢 譬如生之前或者之后 那其实可以做些什么呢 其实做些什么呢 真是 你说针对肚皮可以做 做不到多少 只能够在饮食里面更加 注意均衡饮食的营养 是 因为如果说肚皮松 那当然是 是关乎到它的皮肤结构 里面的肌肉层次的结构 如果你的饮食的营养好些 那当然修复力会强些 是 是 所以都是令自己身体比较健康一些 令到叉叉的情况 可以稍微减少 那生完之后 其实有没有 看回 有没有即时看回自己的肚皮 生完之后 那个猫胎出来之后 是不是真的 很松 或者是真的有个 皺摺的情况 很松啊 真是很 真的 我是很松的 有没有被自己嚇到 少少 那肚皮是很松的 所以当时第一个心情 是在想什么呢 会不会第一个心态就是 不行 我一定要马上铲除这些 所谓的凑肉 都有的 但在想着 现在坐下 就打算坐快点 吃完 现在才开始補 现在補 補完之后 就是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说不听她妈妈说 不吃东西 然后吃完 就开始 尽量 看看有没有得久 好了 那你也可以问一下 颜小姐 其实现在 还在这个坐月的阶段 那你本身 要是三餐 或者不止 可能有些是四五餐 都不定的 那吃了些什么呢 可以给郑医生 分析一下 究竟你这个餐单 是否合乎热量的标准 现在你在吃什么呢 每天 每天 最近这几天 就狂吃鸡 煮鸡酒 煮鸡酒 煮鸡汤 煮鸡汤 最初刚生完 就吃猪腰饭 煮猪腰水 猪腰水 就是这些 但是 你一天会吃多少碗饭 一碗 一餐一碗 最初刚生完 回家 半碗都一碗 因为没有吃得 现在就开始吃得到 一碗到碗半 我都吃得到 一碗到碗半 每天吃的鸡是 喝鸡汤 是的 但是吃鸡也不会很多 只有几个 我压得下几个 但我很喜欢压鸡汁 煮出来的汁 煮得很美味 对 嗯 那鸡酒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用酒煮鸡 是的 用酒煮鸡 那酒你喝不喝 喝少少少 喝少少 然后 压少少 猪腿 压少少 一些 醋和蛋 醋和蛋 嗯 嗯 那你一天吃的一餐呢 正常 吃回总五晚三餐 总五晚三餐 总五晚三餐 我觉得很厉害 是的 但我觉得你吃的纤维少了些 纤维少了些 纤维有些猪脚姜 可能有些鸡 有些低酒 但是纤维是吗 有菜 有的 有吃菜 一定会有 三果菜 有 鸡汤 其实都很好 其实都不错 只是配搭 都均衡 我觉得 可能如果是 鸡汤里面 我们吃了 加一些能够有保气血的东西 等它将鸡汤液循环 加速它 会快 可能鸡汤污漬 就会大快 而且 现在开始喝 他们现在开始煮 鹿茸给我喝 鹿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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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那些酒 很多这些材 我又开始喝 不知道是否可以 嗯 你手脚冻不冻呢 冻啊 手脚经常冻 那些食疗中医呢 都会觉得 手脚冻呢 用一些抗体血的东西 鹿茸 都是一个很经典的食物 其实都可以 但主要你一定要 计算每天的热量呢 我想看肥的情况 最好不会超过2200 那就可以了 即是吃米饭饭两下 用一个计算的方式 当然再小一点 或者要很量化 你等于吃了一碗饭呢 你等于吃多少个鸡呢 那我们做一个量化 计算呢 控制不了2000年 的情况下 那你的体重会怎样 是的 即我只看下去 听下去 都觉得她的餐单 都很折食 以坐月的期间来说 所以我看到鹅小姐 其实整身来计算 平均来计算 都不算是肥的 但可能有某些 一些位置地方 会有些肉的 所以我相信你那个 减的速度应该也不错 如果可以继续吃东西的进度 做一些运动 那她现在三个星期左右 坐月 其实可以有什么运动 可以给她 其实初初 因为她好像 她生的时候 她是腹腹残 她做剧烈的运动 就是不适合了 但是会引致你的伤后痛 所以她可能做一些散步 没有理由半个小时散步 都是很合适的 半个小时散步 一步步就着自己的感觉 因为伤后痛 慢慢会越来越好 再将运动量加大 潜逐渐进式 这才是一个 符合你自己的生活上的条件 有没有一个计算 以她这个例子 大概用多少时间 可以做到什么 那我就去看看她 由未拖BB之前 和现在生完 体重差了多少 我可以计算到 未拖BB之前 体重是多重 多重 110多 叫做825磅 上下 110多 120 对 即未生生BB的时候 就已经这么重 是啊 那身高呢 身高156 其实你平时都已经有些超重 是啊 已经超重用了 如果我们比较标准 用BMI的指数 很简单 你将自己的体重 用公斤来数 用公斤 你120磅 你除2.2 得出公斤数 再除身高 身高 你用15 就是除1.5 除两次 得出来的 百分比 一般中国人不适宜 超过百分之20 至23 我冲略这么深算 它已经超过了 即使你未拖BB之前 也有点超重 现在有看错 有什么情况 我未拖 不知道 不敢拖 未敢拖 未敢拖 假设你现在 可能是8.5磅 8.6磅 我估计有8.5磅 我估计 没有 没有 应该不会 你拖才知道 因为我生的时候 我肌肉是67kg 67kg 所以未够 是的 我生的时候 生的时候 生的时候 一定会轻一点 是的 大概 一般来说 银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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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银小姐 银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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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百零多元 一百零多元 因為我結婚時是差不多這樣 其實都做得到 因為只要遵守能量的定律 就是我們控制那個 用一個均衡飲水 控制熱量的進入 然後我們去計劃 去參與什麼運動 或者瘦身的療程 將多餘的脂肪損耗 那麽你一日損耗少少 你日積月累時間一長 他便達到這個體重目標 這世界上沒有事是做不到的 只要你有心做的話 一定可以做得到 更加上就是 顏少姐有這個決心 結婚的時候 我覺得很厲害 我們支持你 給點掌聲 對 給點掌聲 其實煩惱不單是顏少姐有 見到阿萍在我們分享的時候 她都聽得很投入 其實她自己都有煩惱 什麼煩惱呢 現在我們和我停下談 回到這裡 全都開始了 全澳的觀眾分享你的活動 可以將活動的詳情 傳到以下的電郵地址 或者瀏覽澳廣市的網站 建議水為主題設計的粵菜餐廳 不單是高貴 還有米芝蓮升級廚師大顯身手 菜式獨特 配以新鮮食材 和與別不同的烹調方法 你一定要來試一下 記得留意今晚的全能料理王 好 今天要和阿萍聊天 因為知道你自己本身有一個心願 二十多年的心願 這個時候可以向鄭醫生許願 究竟有什麼問題 我這些班人二十多年前 生兒子的時候 開始出來開始起 很想說真的 那是